電動滑板車 這個車子你騎過嗎 騎上電動滑板車搖搖晃晃 講完差點就撞上質詢台 電動滑板車初體驗 心得如何 剛剛這樣騎起來 當然還算平穩 速度也不是很快 市長 你剛才騎的時候 我都看你快要撞到這個質詢台了 被議員小虧 畢竟第一次難免不熟 只是特別在議場騎乘 不是要幫忙推銷 而是議員要講完正式安全問題 因為這類的電動滑板車 攜帶方便 萬元有找 網路或實體店面 都能買到 民眾代步騎上路 反倒釀出事故 電動滑板車屬於慢車 現階段沒有路權 如果違規騎上路 很可能會受罰 截至10月份資料 北市警局平均每月取締1.7件 車禍肇事受傷 2021年只有5件 2022年8件 2023年6件 不過這都不包含自摔 行人和滑板車事故 汽機車也只算車損 他很多 就是裡面有很多的黑數在裡面 這個數字是失真的 我們一定是加強查氣 然後也會加強宣導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清楚相關的規定 認為計算方式有黑數存在 而且其電動滑板車上路 很可能會吞下 1200到3600元的罰單 公園那個資質調查箱也不行 不行 那他到底可以在哪些地方行駛 大概在剛剛講這種室內的環境 也許他還是當成自己的一些工具在行駛 電動滑板車要上路 有規範 在大學校園或是社區廣場可以騎 但在法規為民定前可別輕易上路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TVBS新聞林一傑黃冠偉李宗哲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